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我知道是你 玉蓉 你今天没生气吧 生什么气啊 就是聘礼的事吧 我是真的不知道 是我爹他自作主张的 不过玉蓉 这次爹也是为咱们好 咱们就听他一回吧 我发誓啊 以后的事我保证不让他插手 我没生气 你怎么会觉得我生气了啊 我是那么不同情达理的人吗 不是不是不是 玉蓉 你可是全天下最同情达理的女子 那你还说我生气了 我只会为两件事生气 一个是你欺我 二一个是你瞒我 其他的我都不那么在意 你今天对我这么坦诚 我当然不会生气了 真的啊 真的 而且我今天还要谢谢你 我从来没见我爹这么开心过 他今天真的很高兴 那嘴脸的 所以我要谢谢你 也要谢谢你的父亲 为我们做的事 应该的应该的 应该的 怎么还这么严重啊 都下好几天了 你是担心这雨 耽误咱们的婚期吧 玉蓉 你放心 甭说这下雨 就算是下刀子 我也照样娶你 走 咱们去给他们敬酒 少爷 这 恭喜少帅取得家福 术在下眼镯 阁下是 碧人局内商会会长 对少帅仰慕依旧 只是苦于没有结交的机会 闻少帅今日大喜 冒冒钱来讨一杯喜酒 王少帅莫怪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 竹内先生 听说贵商会 乃是东阳的第一大商会 生意遍布亚洲 只不过赵某人位卑人卿 不敢结交啊 我来的时候 真好碰到盛老板离开 听说他要去广州 主动舍弃赵家这样的盟友 我真替他感到遗憾 不过我想 这也正好 是我们商会的机会 不知道 我能提供给你们日本人 什么机会 我听闻东北不是很太平 以你有杀父之仇的吴培 搭上了王将军的县 已经整合了盘县的势力 恐怕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北 然后便会直指你们赵家